原来,这些血脉之力就像是被封印的一样 只有实力达到之后才有可能会激活 这种事需要的是契机,并不是技巧 听完华不一的话,林凡脸上的苦笑更甚了 原来以为这是多么给力的按手 现在看来,这也太不靠谱了呀 华不一扫过林凡的脸,看出了他的无奈 你也不用沮丧,上次你已经达到了第二重了 我想你自己找找办法,或许就可以掌握 这血脉之力只要开启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这力量就已经被你引导出来了 听闻此话,林凡脸上又是一阵欣喜 啊,那就是说我已经拥有了很强的实力了 嗯,不过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 省城,林凡郊区的别墅 这一次一共招募来的人有三个 实力最低的都是大宗师终结 林凡和华不一一起到了大厅里 这里的负责人当然是公羊霸天呢 哎呀,你们可终于来了 这些人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让他们臣服可不太简单呢 公羊霸天显然有埋怨的意思呀 林凡到现在才来 好了好了,要是真心的来投诚的呢 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现在就安排见面吧 华不一对着公羊霸天说 这一次林凡可是带着千玄千姬长老 一起来考核的 没办法呀 这些修行古武之法的人 只对于比自己实力更强的人 才会有恭敬之心 千玄和千姬已经是大宗师巅峰势力 无论如何都不会落了下风的 考核的第一个人名字叫孙烈 之前一直隐匿于山野之中 这是公羊霸天偶然认识的 费了不少心思才请过来呀 林凡扫了一眼来人 脸上的表情也是有些诧异的 面前这人的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可这实力就有点恐怖了呀 他示意来人坐下 然后问 你说你叫孙烈 之前一直隐居在山林里吗 孙烈望了林凡一眼 没错 如果要查我的底子 可以直接问 这话倒是让他一愣啊 虽然他是要查 可是这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呀 放心吧 这个呢我们会用比较合理的方式来查 林凡有些无奈 他总不能直接说没问题 然后盘问一番吧 孙烈 微微地点了点头 然后很平静地说 你很强 我能够感觉得到 所以我尊重你 这就是言习鼓舞之人的秉性 若是换作其他的人站在他面前 或许他连话都懒得说呀 两人正在说着话呢 这个时候 潭海拿过来一份资料 递了过去 林凡扫了一眼 上面是关于孙烈的一些资料简介 你是西北人 而且是一个西北的小家族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林凡现在也是开始了警觉了 毕竟这个西北很可能与王家有关呢 孙烈撇了林凡一眼 然后淡淡地回复 我只是缺钱 我已经和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从孙烈的眼神里 林凡能看出一抹沧桑感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让这个才四十岁的中年人 有了一种沧桑感 但是他说的是真话 好 我相信你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林凡把手里的资料扔在了桌子上 孙烈眼中的那丝沧桑 绝对不是别人能够表演出来的 这一点林凡还是有信心的 这个时候 华不一突然走上前来 然后笑着说 我是不是见过你呀 孙烈从刚才开始 眼睛就有意无意地望向华不一 他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似乎两人很是熟悉 我们好像是见过 看着孙烈皱起了眉头 华不一 淡淡地说 十五年前我在西北随手救了一个年轻人 应该是你吧 左肋下两处剑伤 还有背部遭受了至少三下内进重击 华不一说到这里 孙烈眼中先是迷茫 然后赶紧对着他单膝跪地 双手抱着拳 原来是您 哎呀 我找了你很长时间呢 好